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付宝的网关 这个参数是他从我们列出来的 那支付宝的网关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进行发起支付的时候 是不是得有数据发给我们支付宝啊 那支付宝的网址是谁呢 就是他所说的支付宝的网关了 在你具体的应用这里面的话 这是这样的网关 然后呢在沙箱环境里面 在开发模式里面呢 还有一个开发的网关 黄先生别动我 来你扫一下 你会扫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沙箱的应用环境这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支付宝网关呀 所以我们在沙箱环境中的话 要往这个网址上面去发请求 这只是他的域名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再往下走的话 还有一个应用网关 应用网关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应用这个网关呢 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来去看一下 他有说过在这个拆发准备操作的时候呢 这里面应用网关对应的操作呢 是什么操作呢 这里面 二当中这里面有说明吧 这个参数 这呢 这个应用网关 看了吗 这个应用网关他说了 对应的就是专门用来去接收支付宝的一步通知 那一步通知是哪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会向往咱们这个notify的URL当中发送回来去请求的 所以就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应用网关是谁呢 就是我们所对应的这个notify的URL 那个notify的URL 所定的那个网址呢 就是应该放到这个地方的 专门他向你这个地方来发送请求的 还有一个授权的回调地址 授权的回调地址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会返回回来那个return的URL 是在这里面进行来配置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进行配置 然后呢 除了在这里面配置之外的话 我们在程序当中发取人的时候呢 也会携带上相对应的参数 这是关于这两个参数的对应的 一个对应的notify 一个对应的return 然后再来再来说 底下还有一个叫做接口加密方式吧 接口加密这个方式里面有一个RSA2 然后对应的后面 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个应用公钥 那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对这个参数 就是说对这个发送给支付 支付宝这个参数呢 需要进行对应的加密操作了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旦跟支付宝进行对接之后 我们的程序发送给支付宝 那支付宝如何去验证我们所对应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请求是从咱们发生过来的 而是不是被黑客仿冒的呢 这一点跟我们之前在去讲那个微信公众号开发的时候 讲的这个token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吧 是一样的道理 支付宝要验证发送给大家请求 是不是通过咱们自己正常访过去的 还是被防冒的 那相对于呢 有些时候你看一下 那比如说支付宝是不是还会给咱们商户系统也发送过一个请求 叫做notifyUR 我们有些时候呢也会去验证 这个东西是不是支付宝发送过来的数据 这也是要分明的 所以呢双方之间都要有彼此验证身份 而且对于这个数据的话 一般也要进行加密处理吧 我们说这个数据呢 你不能这个很明文的方式就暴露过去 而是说需要对这个数据呢进行一下加密处理 那这个加密处理是怎么做呢 它这个加密处理的话 不是在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发送请求去做的 而是说它的传输通道当中 是用这个HTPS的方式 它在这里面对使用HTPS的方式把数据发送过去 它能保证传输过程 然后呢不被 哪怕被进行抓包 哪怕被别人窃取了这样的请求 也不能够把数据报道出来 这是关中间 而对于两端在发送数据跟接收数据的时候呢 为了能够去校验 数据是不是通过对方发送过来的 就需要用到那种签名的方式 或者类似于这个微信公众号 你那个token的方式了 那在这里的话 就不是叫做token了 而是叫做这样的一种密钥 通过这个密钥呢 来进行操作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首先得把这个数据形成 形成之后呢 再用咱们自己会拿着一份密钥 拿着这份密钥呢 对这个数据进行一次计算 并且把计算好的数据呢 就相当于这样的密信一样 我们要得出来一个签名数据 把那签名数据 随着这个数据一起发送给支付宝 然后呢支付宝 就会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对它进行相对应的见证操作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 这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分析的 上面的这些数据是我要去形成的 只不过在形成数据之后的话 我们在咱们的商户系统当中呢 还会维护着一个东西 但是呢不叫做token 而叫做一个密钥 叫做一个RSA的这样的密钥 这个RSA呢 是一种数学算法 专门去计算出来的 那一种随机的支付转 然后这个RSA的这种 这种那个秘密的那种签名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种叫做 密钥对的方式 跟这个微信不一样 微信里面我们在进行签名算法的时候 是不是双方持有的 都是同样的一份token啊 对吧 还有一下吗 微信公众还发 我们在里面要进行一个token 然后配这个微信 然后呢双方之间用相同的token来验证 但是呢在支付宝当中 它进行双方验证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不对称的 不对称的意思就相当于 我自己拿到的一个数据值 跟支付宝拿到的数据值 不是同样一份值 但是呢 这两份值之间是有对应的关系 那种不对称的这种方式呢 就叫做RSA 不对称 那之前我们说的 在微信当中双方之间拿的都是同样一份token指令值 token那个数据如果是一样的 就叫做再对称的 而我们现在说的RSA呢 是不对称的 双方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咱们的plus当中 我想发送出去的话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呢 要拿的是这个RSA的一个密钥 密钥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private k 私密的k 这个k是不是代表钥匙的意思 代表这个东西密钥的k 然后呢 我们拿这个密钥的k 把刚才咱们所形成的这样的数据呢 然后呢 按照跟这个密钥的k 融合到一起进行 它所谓的12256的 这样算 计算之后呢 会得到签名信息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si 这边得到这个签名信息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了 是通过这样的数据呢 通过这个密钥k 通过这样的密钥 然后呢 一起进行预算 得到了一个sign 得到这个sign之后呢 整体就把这数据一起发给支付宝 发给支付宝之后的话 支付宝接到数据之后呢 它要进行验证 验证一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通过咱们发送过来的 所以呢 支付宝怎么去验证呢 支付宝在验证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sign值提出来 然后呢 把剩下的那个参数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也是按照相同的方式 来进行计算 只不过说 它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也得拿到 那个一个配对的密钥 进行计算 但是呢 因为是不对称 所以支付宝这边拿到那个钥匙呢 我们把它叫做RSA的公钥 公共的钥匙 你想要让谁进行相对应的计算 你就可以把公钥交给谁 然后呢 持有公钥那个人 就能够进行相对验证了 那这个公钥呢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public pay 它也是RSA当中的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呢 交给支付宝一个公钥 交给支付宝公钥之后的话 支付宝拿到这个数据呢 它按照公钥也进行计算 它计算之后呢 比如说它也得到一个最应的签名值 SI SIGA NATURE 比如说得到SIGA NATURE 它会得到这个签名值 那它到一个签名值之后呢 它就拿着这个签名值 跟谁呢 跟咱们给拿着签名值 是不是进行判断 对比啊 对比 进行对比 如果发现这两个签名值是相提配的 然后呢 咱们知道请求是咱们发送过来的 所以它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然后呢 接受这次请求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点 那你先来看一下这个流程 这个检验的 这个基本思想 是不是跟之前的微信公众号是一样的思想呀 只不过之前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在做的时候呢 它采用的是我们自己拿了一个token 然后呢 直接把token就给了微信了 然后呢 那我们说了 这个值是一样的 买到对称的方式 但是支付宝当中呢 人家可以交给他的值 与我们自己的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它做到非对称的方式 你要知道 RSA的公钥跟密钥之间的数据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RSA验证 所以这是关于这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既然想要支付宝能够验证我们 所以我们得给他去配置那一份公钥了 所以参数就在这个意思 现在这几个参数的意思 大家能够在什么意思了吗 相对应的回过来 我们在沙箱模式当中 也会有进行相对应的配置 去配置一下 我们在沙箱环境当中呢 它就不再给我们去提供应用网关和授权回到地址 参数了 而是说我们给他去提供的 ReturnURL跟NotifyURL 直接随着构造参数交给他 所以在沙箱环境当中呢 就没有对应的这两个配置参数 直接通过程序的方式交过去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给支付宝去配置一个公钥 那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给支付宝一个公钥 在沙箱环境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还会有一个支付宝的公钥啊 你要这样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两个 这两个当中 一个是应用公钥 这个公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公钥代表的是 刚刚我们生成 就是刚刚咱们配合着这个私钥 生成的一份公钥 让支付宝来进行验证的 那个东西 我们需要配置给支付宝 放到啥呢 就放到给这个应用当中 查看应用这边 交给他在这边修改 传过去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再看一下 配对了之后 这里是不是还有个查看支付宝公钥 查看支付宝公钥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你去想了我们发送给支付宝的数据还要进行签名呢 那支付宝发送给咱们的数据是不是也会包含签名啊 我们也得验证一下 这个发送给咱们的请求 是不是来自支付宝的吧 所以咱们也要进行验证 那支付宝发送给咱们的请求的 也让我们进行验证的时候呢 他也去使用的是这种不对称的这样方式了 使用不对称的方式的话 那那时候呢 支付宝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他就会采用他自己的私钥 然后呢 他会把配对的公钥交给我们 所以那我们为了进行验证的话 我们自己还得去看获取一下支付宝的公钥在哪 所以支付宝的公钥就直接在咱们参数这边就有了 你看一下查看支付宝的公钥 这个东西呢 就是需要我们保存下来 然后呢 我们一旦收到了支付宝的请求的时候呢 就要拿着这个公钥来去验证支付宝的请求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是相当的双方的 也就意味着说 在整个通通当中呢 就存在着两对命要对 那我们把这个阿阿世纪呢 叫做命要对的方式 相当于是存在两个 一个是我们发送请求交给支付宝的 这样是有一组 然后呢支付宝发送请求给我们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组 每一组呢 都是一种配对的命要对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那这一点说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参数就可以配置了 参数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进行开发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那这个开发的话 怎么去开发呢 在它的开发者文档当中 这里面有了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咱们去看哪呢 直接去看这个快速的接入 快速接入的话 在这个 再往下去走 应该是在这个支付的 请求参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说了 刚才我们跟大家去 进行过强调 我们说发送过去请求呢 通通都是通过这样的 HTP的协议发送过去的 那到底是哪个对应的网址呢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网址 需要向这个地方发送请求 然后呢 向这个地方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要携带哪些参数呢 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页面的说明 是不是就是我跟大家去讲过的 这个支付的这个接口文档啊 对吧 现在可不可以理解为是说 我们在咱们的程序当中 向支付宝的那个接口 发送请求啊 所以这是支付宝所 简单数的接口文档 说了 需要向这个地址发送请求 然后呢 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需要携带哪些参数呢 他说了需要写在参数里面 要包含这些公共的参数 当中 APID 用来去识别你的 那APID在哪呢 在沙箱环境当中 就是在这个地方 而在具体的应用环境里面 是在 我们往上看 具体的环境里面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APID 然后呢 还要写在哪个参数呢 代表接口名称 这个接口名称 代表意思是说 无论你是向他发起 手机网站支付 还是向他发起 这样的电脑网站支付 通通的网址都是他 具体的区分的话 是在参数当中进行区分的 所以呢 Messor代表 如果发起的是 手机网站支付 需要代表是这样的 用的这个WAP的方式 需要携带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名字 就告诉珠宝了 我现在进行的是 手机网站支付 再往后走 我要给他发送过 数据的格式 什么格式呢 他仅支持这个阶层格式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发送过去的话 是以POSE方式 携带阶层数据 把这些参数呢 塞到阶层里面 发送过去的 这是关系的方式 然后呢 Return的URL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需要携带参数里面 携带给ReturnURL 他还说了 看一下是否必填呢 Return的URL呢 是不需要去填的 你不填也可以 如果填了 他会给你回调 如果不填的话 他没有 再有必须填的 XSET 代表我们给他 发送过去的数据 格式可以是 尤其是UTLIF 干嘛编码呢 还是中文的GPK的编码 需要去指明 然后呢 默认情况下 是采用的是UTF18 再有就是SignType 签名的类型了 那签名的类型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签名的类型就代表 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为了进行验证 是不是要去生成一个 RSA的一个密钥盾啊 但是这个密钥盾的生成的话 它的复杂度 就有两种 一种是生成长度 比较少的 然后呢 另外一种就是 生成的时候呢 长度比较大的 如果长度比较长的话 那采用的就是RSA 支付宝也建议 我们去使用RSA 的方式 生成长度 更复杂一点的密钥盾 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需要指明的是 长度复杂一点的RSA 还是长度简单的RSA 就是这两种 再往下走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Sign值了 你说我们再次 发动请问的时候呢 折出来的那个签名值 需要包含进来 而且是必须要填的 还有发起请求的时间 以及调用接口的版本 现在默认版本呢 就是1.0 再往后走的话 Notify URL 是不是说了 是一个回调地址 你看一下 是否的 不一定要传 再有的话 叫做BIS CONNED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是说 关于请求的具体的参数了 你现在不是要发起 给他的一个订单的交易吗 那订单的交易 放到哪的 通通的全都进行压缩 放到这一个字段里面来 所以说这个字段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小的 这个字典数据了 你把所有的订单的描述 都放到这个字段来 那代表具体包含哪些信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字段里面 再往下分 还要包含这样数据 包含BODY 包含BODY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关于这笔交易的描述信息 它一定 它可以不传 这个信息的话 是展示给用户的那个界面 才能够看到的 还有什么东西呢 必须要填的叫做subject 代表是标题 你给用户展示的时候呢 这笔交易的标题是什么样的 再往后走 我们看一下 Altifed Number 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 我们自己所维护的那个订单的编号 需要传给它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锁的话 我们只看这个币填的了 在币填的话 有个Total Amount 是代表总的金额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这个product code 这个商品的编号 那它是固定值 看一下 它写了固定值 只代表这个东西 其他的 再有一些别的参数呢 都是不是必须要填的 是根据你的这个具体信息 你觉得订单描述的时候呢 还想要描述什么信息 再去填就可以了 所以是采用这样方式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交易 发送过去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 那我们知道了 这样的一个参数之后 咱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明白了 必须要包含这个赛值 但是这个赛值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计算呢 这个计算的话 在微信的时候 还有计算的方式呢 那支付宝 它又是怎么进行设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 想减这个签名 把它点开 想这个签名点开的话 紧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支付宝会对刚才的 整个这段流程呢 也封装过 STK 所以现在再一次 看到STK 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是它所封装的那段工具吧 对吧 支付宝会对不同的语言 会对刚才我们所对的 这样一个请求方式 你比如说 你最终不是要向它发动请求吗 好了 这段请求呢 不用你去写 它给你封装过一段程序 你直接去调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签名 也是相同道理 在它所封装好的那段工具当中呢 它也去提供 这样工具直接用来让你生成签名的 但是很遗憾的方式就是说 这个支付宝在提供STK的时候呢 它只支持三种语言 支持Java 支持PHP 支持Donet 其他的别的语言统统统不在支持 所以那如果我们现在再去使用Python的话 我们做呢 如果你没有去使用平台提供的STK的话 这里面要看见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进行签名呢 首先把你我们刚才所说过的 所有的这些参数 你只要去传的 我把这些参数当中需要剔除 你包括这个不能刀扩这个季节类型的文件的东西也不包括 然后San这个阶段也不包括 然后呢如果直为空的也不包括 剩下的有意义的 我们需要给它传的 刚才能够看到的那些参数 通通的打包到一起 然后呢按照ASCII这个编码的方式进行排序 按照ASCII也就是按照字母的先后顺序进行排 排完去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并不是让微信脑上给的组织转 而是拼接完之后呢 把参数名跟参数值以等号的方式进行连接 并且再把这样的方式呢 以这个语号来把所有的参数拼接到一起 这是关注的方式 拼接成这样的字符串之后 那刚才看一下这里刚才我们说说 是不是有AVID method啊 它只是列出来的部分 然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BIS Content 这不是我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BIS Content呢是包含了 关于订单的具体信息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样子信息呢 就是BIS Content包含了更详细的进一步信息 所以把所有的这些参数呢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名字跟值以等号 然后多个值之间与语号进行连接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拼接成一个字符串 拼接成字符串之后呢 再去采用一个算法 什么算法呢 SHA256 位子 RSA 也就是说一使用SHA256 包含了刚才我们所给它配置的那个密钥方式 连接到一起进行加密 加密之后的话 再来进行一次BIS 64的编码 BIS 64编码之后 在最终拿到的值才是一个签名结果值 所以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面支付宝进行交易的时候 那个签名值的一个计算过程是不是就很麻烦啊 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毕竟涉及到金钱的交易了 所以的话它涉及的是很复杂的 就保证说你最终哪怕整个的算值 或者是什么别的值的话 你整个算法就暴露出来 最终我也能够防止你说 你不知道我的RSA的密钥 你也不能够把最终的东西给仿造 保证了我绝对的安全性 这是乖章点 所以它那个签名的话 计算方式会很复杂 所以虽然说是很复杂 但是说落实到程序当中的话 实现起来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你只按照它的说明的方式 我拼接参数 拼接完参数之后呢 再给你形成这样子不转 再去利用这个算法加密 再利用贝斯4进行编码 折出来的值就可以了 直接往过发就可以 这是关键的 所以那明白了这样一点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你说 如果我们收到了支付宝的这样的一笔 回调的通知 收到支付宝这么发布回来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去验证支付宝的这样的方式的话 怎么去验证 师傅刚按照刚刚我们所说的 我们从支付宝发过来的参数当中 把散这个值给你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数据 再按照这样的算法进行一下计算 计算完整之后 我们是不是会自己得到一个散值啊 咱们自己得到散值 再跟支付宝那个signature那个值呢 进行对比 如果是匹配的 那就代表请求是支付宝的 如果不匹配就代表不是支付宝的 所以最终我们收到支付宝的环节的时候呢 进行相对的交验的话 也是得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计算签名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流程 那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流程虽然支付宝没给我们提供SDK 但是呢 你去想 做支付宝开发的人是不是肯定很多呀 支付宝没提供 有人会提供 所以呢 Python的社区是很庞大的 我们可以完全引入第三方的库吧 所以 咱们关于这样一点的话 就可以直接借助第三方库的方式来进行使用 那是哪个地方呢 就有人把它开放原代码 放到了GateHub当中了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直接把刚才那段过程 我们只要知道流程就可以了 具体的代码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 别人已经开发好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拿它引入过来 这是已经写好的 那这个写好之后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 什么制作呢 它不仅写好了 而且呢 还是以这样的包的方式 放到了整个的Python社区当中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PIP install的方式 去安装Python Ardipay的SDK 就是别人再去封装好的东西 所以呢 在它的这段代码当中 它封装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关于计算签名的 没了 就是关于计算签名的这个流程 以及向支付宝发起请求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 它都帮助我们去写好了 所以我们只要去掉那样的函数就可以 所以这是关照两年 那我们怎么去用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PIP install 安装它 但是安装这个的时候 我们说了 最终它是不是要利用到 那个SHA256 with RCA 这种签名的方式进行计算呀 所以那个东西的话 这是一个Python的扩展库 叫做PyCrypto 专门是用来进行加密的算法库的 所以我们要去使用这个SDK的话 需要依赖于这样的库 而这个库的话 之前它的老版本当中 那它可能有去安装过 所以呢 如果安装过的话 它建议 如果我们之前使用过 老版本的Python SDK 需要先给它进行删除 删除之后呢 再进行安装 而我们呢 实际上是第一次进行安装吧 所以咱们之前的话 可以不用做了 只要安装一下 PIP install Python AliPay SDK 安装一下它 就可以了 后边的Gagapherit 就代表说 如果之前有 是进行升级 如果没有的话 也就是直接进行安装 所以我们没有 那就直接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所以我现在再去使用的话 咱们就得是说 我得首先去生成 刚才我们要用到的 那个配对的密钥对吧 生成好之后 然后呢 我给这个阿里云这边 我需要给你配置一下 交给你 交给你之后呢 然后呢 在咱们这边 发起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 把那个S的 那个密钥呢 交给这个工具 交给这个工具的话 由这个工具 帮助我发送请求 所以 接下来呢 要去做这样的方式 做完它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利用 这个工具 向支付宝发起请求呢 我们再去利用的时候呢 它把它 以这个类的方式 进行了封装 所以呢 我们先去创建 一个这个类 在创建这个类的 当中的时候呢 需要传一些参数了 用到的就是 APID 还有回调的链接地址 还有我们进行 加密的时候的 那个私钥 以及支付宝 给我们回传的时候呢 它所对应的 这个公钥 还有对应的签名方式 以及Debug模式 Debug模式 代表说 这个参数 我们现在是不是想利用它 进行正常的开发呢 还是说想在这个 沙箱环境里面开发 如果想要进行 沙箱环境里面开发的话 我们再去利用的时候呢 就把Debug改为True 否则情况下 就把它改为 这个BOSS方式 这是关键 一旦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那好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对象的方式 来去发起请求了 如果我们在 进行发请求的时候 你看一下 它是哪些东西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那个对象 发起电脑网站支付 或者发起手机网站支付 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想要像支付宝 发起这样的 关于手机网站支付 也就是说 归根到底 是发起这么一个 网络请求 那这个网络请求呢 它就放到了 一个方法当中 就是刚才那个对象里面 叫做Trade Way Pay 就相当于是 调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了 调用这个方法的话 然后呢 把我们需要 给它传的那个参数 就刚才 在支付宝文档中 所去列出来的 你如果想要去 发起支付网站 手机网站支付的话 关于订单描述信息的 这些参数 这里面出现什么字段 你通通的都是以 函数参数发式 传给它 可以了 比如说订单的编号 比如说总金额 比如说订单的标题 回调的函数 通知函数 链接地址 通通的只要传给它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些参数 按照刚才支付宝 说明的方式 进行一下打包 打包之后呢 直接发给支付宝的 那个方式 所以就是 关于这样一点的 套做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就可以省掉了 不用自己再去 撇这东西了 而是直接调用了 就可以了 稀原来自发生 com 再次转型 锅